实现轻盈共好的目标 苗栗县政府是举办一日美术馆活动 汇集了青年学子与乐林长辈在艺术领域上的学习介络 展出了155件精彩作品 作者的年龄层从国小到高龄长辈 透过老幼艺术创作交流观摩 来展现跨时代的魅学特色 新龙国小震撼人心杰林谷开场 超出客家应景精神 问水国小及苗栗国中口黄琴和舞蹈表演 带给大家视觉与听觉的享受 一日美术馆活动除了动态展演精彩 为了展现长期扎根艺术教育学习成果 苗栗县政府特别邀请39所艺术生根学校 21所城市美学学校 以及18所乐林学习中心 共同展出155件精彩作品 内容包括版画剪纸竹片创作等 丰富多元 特别的是作者来自各个年龄层 打造轻盈艺术盛宴 那这一次的展览的内容 非常的多元 有平面的作品 也有立体的作品 那么特别让我惊讶的是 我们的孩子们的作品 水准非常的高 而且呢 充满了童趣 那么大人们 尤其是乐林的这些 长辈们的作品 更令人惊艳 不管是编织 不管是利用海费 或利用其他的方式 所呈现的作品 都是水准之上 让年轻学子与高龄长辈 能有艺术展演的舞台 未来苗栗县也判打造美术馆 共创艺术文化新价值 每个大的美术家 真的都非常不得了 利用美术 把好的东西展现出来 然后让自己也名流侵蚀 然后为了那个画的保存 当然要费尽一些心血 那苗栗为什么会没有美术馆 当然这个要跟吴孝王报告 因为财政上真的也不是很许可 当然这个如果将来有机会 那个我们这样开始 这个所有的公家单位 一直在签件签件 如果有机会留一块地 来盖个美术馆 这个一言大家的梦 透过活动青年和长者 建立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促进不同世代交流合作 也燃起鲜明对艺术的热情 实现轻盈共好的目标 谢谢大家